前几天有个消息 金航大运河百年来首次全线通水 听起来很振奋人心 等一等 百年首次全线通水 和之前这条大动脉就没有通水 这是怎么回事 如今又是怎么实现通水的呢 既然通水了 是不是就可以坐船下江南了呢 金航大运河和南水北调的东线工程 又有吉保鲜的关系 今天我们尽量讲的通俗一点 把学术的变成大众的 早在公元1293年 和现在基本吻合的金航大运河 就全线通航了 这里面有很多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 大运河要贯穿南北 连接北京和杭州 就必然要经过黄河 相当于要在黄河上开一个十字路口 通航是没有问题了 但也连通了黄河水 最难搞的就在于此 黄河属于自身南宝型 喜露无常 经常绝口不说 含砂量极高的河水 流入运河后 在运河里严重淤积 导致运河 每年一输郡 几年一大修 真的是费费力 好在那个时候的封建王朝 非常依赖大运河的朝运 所以还是努力保下了金航大运河 1855年 发生了一件大事 暴脾气的黄河绝口了 不按导航走自行改道了 从以前的淮河入海 改道到从渤海入海 给金航大运河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软弱无能的晚清政府 内忧外患 再也无力整治 遂以海运为常 慢慢的铁路运输也兴起了 大运河便失去了公用 输郡的越来越少 淤积的越来越多了 自此逐渐衰败 因此到了20世纪初 大运河便以黄河为界 呈现了两种状态 黄河一南 由于水量充沛 运河勉强得以维系 而黄河一北呢 断水又断航 只有稀稀拉拉的河段 还在通水使用 通俗点说 金航大运河从此就没有全线通水了 至今已经百年有余 是不是超乎很多小伙伴的认知 但在21世纪 金航大运河时来运转 2002年一项世纪工程上马 那就是南随北调东线工程 其设计理念就是依靠 金航大运河从长江往北方调水 目的地远至天津 从而缓解华北缺水现状 哦 那怪不得金航大运河能够全线通水 一定是最近这个南随北调工程完工的嘛 不完全对 南随北调一期工程早在2013年就完工了 而二期和三期工程暂时还没有动 我们来对比一下线路 这个是金航大运河 这个是南随北调一期工程 明显还没有挖到天津嘛 北调的水只与山东德州 隶属于金航大运河的卫运河南运河两段 都不在一期工程的覆盖范围内 水都到不了天津 那东线一期工程都做些啥 首先它利用十三级泵站通过四个湖泊的接力 将长江水足迹提高了40米 达到了金航大运河的制高点 堪称运河水几的东平湖 然后通过川黄水洞 穿越了地上悬河黄河 到达了黄河以北 这其实已经解决了大问题了 意味着只要水量足够 清澈的长江水就可以沿着大运河 畅通无阻的直达天津 但问题就是水量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 需要供水江苏山东和安徽 甚至还要远赴交东半岛 跨过黄河的水量 设计上只有区区50方每秒 在用水高峰期 沿途还没咋用就没了 所以暂时还不足以 向剩下的那部分金航大运河长年通水 那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呢 有 2019年东线一期北沿应急供水工程开工 这个项目就是为了 充分挖掘东线一期的潜力 加大向北方供水的力度 从而覆盖整个金航大运河 直达天津 而应急的意思就是指 暂时还只能应个急 补个十天半个月的水肯定是没有问题 但无法达到常态化 2021年北沿应急供水工程正式完工 天津也第一次享受到了东线之水 金航大运河全线也仅剩未运河段没有贯通 那今年大运河怎么就全线通水了呢 虽然东线应急供水工程功不可没 但它并不是唯一的补水源 一同给大运河补水的 还有月城水库通过张河向未运河补水 攀装隐黄工程向南运河补水 密运水库向北运河补水 甚至还动用了一部分再生水 也就是一些处理达标的废水 总之呢就是能用的都用上 通过八方资源 终于让未运河南运河全线通水 让金航大运河时隔百年全线重返生机 这次补水的过程要持续一个多月 总补水量达到5.15亿立方米 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应急补水并不是全年通水 通水也不等于通航 由于水量有限 持续时间也有限 要想沉船顺水南下还需要些时日 尤其是想要船只穿越黄河 还没有很好的办法 所以按捺不住 想要坐船一览祖国大好河山的朋友 先冷静冷静 最后解释一个问题 这次金航大运河的补水 是不是形式大于作用呢 当然不是 大运河的水可以用于灌溉 取代华北部分地区抽水灌溉的方式 同时呢水流深入地下 可以逐渐补充地下水 缓解华北地区地下水 严重超采的现状 更重要一点是 金航大运河全线通水 可以改善运河的水质源条件 为今后联合补水 甚至是南水北调 二三期工程完工后 大运河通水常态化 累积经验 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提前点印 大运河全面复苏 早晚会搬上历史的大荧幕 恢复往昔的繁荣 好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麻烦给一个三连 我是工程师 许小刀 小刀 小刀 小刀